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紧切地握起了其女儿的手 显然自己是女主人的模样 这张照片一经发表 就引起了非常火热的讨论 网友又将碧莹在15年的微博翻出来 发现碧莹竟然高调秀逆爱 并且在微博中都散发着她和张丹丰的暧昧 甚至有网友还扒出张丹丰 在17年后 自己老婆过生日的时候都没有送祝福 而碧莹过生日的时候 不仅送去祝福还晒两人的合照 甚至还有扒出两人身穿挺履衣 并且两人还在微博公开调情等等 都引起了网友的一大反响 事情一经破除 就有记者向张丹丰的经纪人碧莹求证 问是否属实 不过碧莹直接回复不是我 这就给网友很大疑问 媒体询问其是否会出来表态成心 不过碧莹表示要看心结和风格的意思 很多网友骂碧莹是女版的宋哲 还有网友发出碧莹是张丹丰帝老板 其创立工作是法人代表是碧莹 并且只有碧莹一个人 所以碧莹即是张丹丰的经纪人 又是张丹丰帝老板 碧莹就借着经纪人的身份 随意在张丹丰身边出没 并且与张丹丰暧昧 不少网友表示 红星真委屈 自己的男人和经纪人随意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